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本期的动漫三分钟 我是你们的豪哥 老规矩是咱们的猜图环节 大家可以猜猜视频中映出的角色他是谁 答案将在本期的视频末尾处揭晓答案 一定一定要看到最后关头 今天豪哥给你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 宝可蒙剑盾的新情报 还有这些玉三家的进化形态 并且还有一些新的宝可蒙已经曝光了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当豪哥看到玉三家的最终进化形的时候 第一时间哭了出来 没错 豪哥是被丑哭的 虽然这代玉三家说不上很好看吧 但起码他是非常可爱的 但是这个最终进化是啥鬼呀 骚射了生活无情的打磨吗 一个比一个丑 看看这个炎兔进化以后 简直就是长了两个耳朵的足球运动员呀 这越长越像人 简直是错误进化 感觉肢体极其不协调 第二个 敲婴猴小时候多可爱多着人疼 最后居然进化成了一个抱着大鼓的壮汉大猩猩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一个沉迷太鼓打人着大猩猩呢 好哥第一眼看是拒绝的 第二眼还是拒绝的 不想再看第三眼啊 而类演戏的进化型 总的来说是最正常的 看样子像是水加鬼系 只是菜啊 但是绝对跟帅系粘不上边啊 好哥一时不知道该选哪个好呢 第二个宝孔猫据说是这一代新作中的准神 嘿 而且是鬼加龙系 这个组合还是挺稀有的 就是打击面不太广 不知道好不好用呢 大家知道历代准神都是非常帅气的 而年美鹿龙也称得上是可爱 而这个准神怎么说呢 有一次猥琐的气息存在 扁扁长长的脑袋 再加上一副睡不醒的眼睛 猥琐之中还有一些傲视群雄的感觉 感觉他谁也看不起啊 最后一个是关于第三神兽的 这只精灵在图件上的序号在剑盾神兽的后面 所以大概率是第三神 不得不说第三神确实很酷很帅气 有点不像宝可梦的画风 反而有点像是克鲁苏的感觉 暗黑系又帅气 就是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属性呢 也许两个神兽加起来都打不过他 而好哥也看到第二次不安代中的幸存名单 图中绿色是保留 白色 大家懂得吧 主要注意的是 初代玉三家只有喷火龙被保留了下来 杰尼贵和蒜头王八也太惨了吧 好事都轮不到他俩 后儿子待遇 好了 现在豪哥公布本期的猜图答案了 小伙伴们你们都猜对了吗 好了 喜欢看豪哥讲解动漫视频吧 一定要搜索关注豪哥的优酷号动漫三分钟 咱们下期再见哦